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467回 古良都还能够算保持镇定 但以他身旁诸将 却不由得变得拘谨起来 到现在为止 四大门派各有斩获 但是妖魔并没有伤筋动骨 羽帅的陨落对魔族来说 却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创伤 古良都很快的 就从睁压当中回过神来 他虽然说心中充满了疑惑好奇 但是却强自按耐住 探究太细颇为失礼 于是他话题一软 接下来各位准备去哪儿啊 去优全界 左梦并没有隐瞒 对方跑来相助 无论说出于什么原因 这份人情却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他能看得出来 古良都为人大气 筋腿有度 是个相当不错的人 优全界 古良都有些吃惊 不过他没有问左梦 他们去优全界所谓何事 而是陈阴道 优全界在明镜极深之地 此去遥远 沿途势力取压交错 可不大好走啊 左梦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 是啊 古良都从戒指里边 取出了一物递给了左梦自朝道 虽然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但是小弟却得打下几切 好与门派交代 无法陪孝兄弟去 这份戒图呢 是小弟从战后打扫得来的 与门派无关 百门知名各地的情报 标志的颇为的详细 希望能对孝兄弟有所帮助啊 左梦听到这儿 神色动容 对方神色真诚 别看小小的戒图价值千金啊 对左梦涛来说 更是重要无比 这样有诚服 有心机却豪爽大方 待人已成 真是个英雄人物啊 左梦神色一素 收起了脸上的嬉笑之色 认真地向古良刀伸识一礼 多谢古大哥 小弟真名左梦在魔界行走 所用孝魔歌为化名 古大哥称没我小莫就好了 嗨 什么称呼都是浮云小事 不知一提 兄弟小心为上 魔族从不乏狠力之辈啊 与我修着之间的死仇也难以化解 左兄此行可要先万小心 而且你杀了帅姐 修着的身份只怕也藏不住了 如今也成了众矢之地 这一路只怕难以太平啊 古大哥说的是 左梦的神情也凝重了起来 今天这一战 他修着的身份 只怕是再也掩藏不住了 看看那些太安城 幸存魔族的目光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目光复杂 有仇恨有感激 但是更多的却是畏惧 他忽然说道 小弟有件事情 还请古大哥能行个方便 哦 什么事情啊 这些魔族和小弟颇有几分交情 还请古大哥放逃那条深路 古良刀想也没想 毫不犹豫地点头 行了 多谢古大哥 哎 莫以为于兄是尸杀之辈 战争嘛是我们战步的事 与他们这些平民何干呢 于兄还没有沦落到那般不堪的地步 况且这天烈之变 修着妖魔融合之事 再也没有办法阻挡 天意如此 过多杀虐 没有必要啊 左墨的眼中闪过里斯惊讶 自己的这位古大哥果然是个厉害人物 其实呢 能认清这一点的人 左墨不是没有见过 但是对于四大来说 承认这点却并不容易 随后 大家随性地聊了起来 古良刀很快地便发现 这左墨呀 虽然说年纪不大 但是思路呢 却异常的清晰 虽然年纪轻轻便成就一番事业 却没有半分骄横之色 而古良刀对局势的判断之精准老辣 远非左墨这等菜鸟能比的 往往寥寥数语 能让左墨豁然开朗 左墨这深刻地明白了 为什么古大哥在门派压制之下 不仅没有消亡 反而呢 越来越强大 双方是极为投缘呢 彻夜长谈 直到地狱里阳光 从地平线上升起 证人呢 这才如梦方醒 大家都知道 到了别离的时候 左墨他们要去幽权界 而古良刀他们 却要折返回去 稳固战线 他们收到消息 战线有小股敌人骚扰 不过双方都不是矫情之辈 相互留了通讯的方式 便各自分别 当看到古良刀一行身影消失 琢磨这才收回了目光 古良刀他们的离开 也让太安城幸存的魔族们 都松了一口气 之前在听说来者是古良刀的时候 许多人都吓得半死 在许多人的眼中 古良刀有如杀神 没有想到古良刀 却并没有正眼看他们眼就离开呢 几个人猜测 这是孝摩哥求的情 他们的情绪更加的复杂了 本来身为修者的孝摩哥 是他们的死敌 但是若不是孝摩哥 只怕在场的绝大多数人 都会死于非命 无论他们嘴上承不承认这一点 他们心里都明白 孝摩哥救了他们一命 可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是一个修者呢 许多人心中生起了这样一个纠结的念头 索摩却无所谓 对于魔族他没有什么偏见 而魔族与修者的死仇 他同样的理解 这些心思他也能够猜出几分 但是他无所谓 这些人感激他或者憎恨他 对他而言呢都无关紧要 他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别人 只不过是出自本心 他没有理会这些人 只是命令手下打扫战场 以左末的个性 自然呢不会坐视这么多的战利品 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 那可不是小默哥的风格呀 设于小默哥的淫威 倒没有人敢打这些胜利品的主意 就在此时忽然霞公主走了过来 看着那张妩媚诱惑的绝美容颜 左末有些意外 你不怕我 左末很奇怪 其他人看向他的目光呢 都充满了戒备和畏惧 霞公主却凑了过来 就像平常一样 他妩媚的一笑 哼 为什么怕你 难道说你会吃了我吗 左末听了这话一阵哑然呢 霞公主眼波流转 带着些许的顽皮 没想到你竟然认识古良刀 不过幸亏你认识他 要不然的话 这里只怕要化为废墟了 不过你要小心呢 身为魔族 结实修者 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大好 你到底是哪个家族的呀 实无天移可是需要高贵的血脉 你 你不会是那些远古家族的后裔吧 他的声音不小 还调皮的朝琢磨 眨巴眨巴眼睛 听了霞公主的话 许多人都流露出了释然之色 霞公主说的没错 能够修炼实无天移魔体的 怎么可能是修者呢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修者能够修炼实无天移魔体 更何况把实无天界 修炼的大圆满之境 这么一想啊 众人这才发现 刚才他们以为 孝磨歌是修者的念头 是多么的荒谬啊 在场的魔族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孝磨歌是魔族就好 至于交往修者虽然也颇泛忌讳 但是却没有人太在意 再看看那些修者 和和有名的古良刀 众人不但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而觉得呀 孝磨歌呢 果然不是寻常人物 俗话说的好嘛 物以类聚人已群分的 能让西弦虎将以礼相待 这孝磨歌怎么可能是个 普通的人物呢 不知不觉当中 众人眼中的畏惧变弱了许多 而多了几分尊敬 无论在哪里 强者都会让人尊敬的 左墨表情僵在了脸上 他总算是知道 什么叫做 把黑的说成白的 霞公主这张嘴 真是能把死人都说活了呀 他的这方话 简直就像是专门为他澄清 虽然说没有办法 让所有人都相信 诸可等人眼中还夹杂着疑惑 但是糊弄普通人 那却是足够了 实无天移 这可是铁证 至于孝磨歌麾下的修者 那就更好解释了 孝磨歌和骨粮刀啊 交情深厚 麾下有修者 那再正常不过 再说了 看看这只战步里面 魔族才是真正的骨干呢 看着霞公主笑咪咪的说这番话 左墨知道这个女人呢 一定是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不过呢 她主动的帮助自己 左墨还是相当意外的 她笑了笑并没有说话 左墨的这个表情 在众人的眼中 更加让人觉得 充满了神秘的味道 孝磨歌的来历 只怕真如 侠公主所言 非同寻常 左墨不下了静置 把声音隔绝开来 谢谢 左墨认真地说道 你要怎么谢我呀 呃 你说吧 侠公主深深地看了 左墨一眼 最后想说什么 到话到嘴边去变成 哎 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啊 优权界 优权界 那个地方可不好走啊 是啊 看到左墨的神色坚定 侠公主便没有劝说 有时间记得来看我 哎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 好的 感觉到左墨语气中的认真 侠公主心中莫名的欢喜 行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名字了吧 啊 果然被看穿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左墨反而觉得心中一松 我叫左墨 左墨 小摩哥 小摩哥 你果然是个小流氓 连假名都起得这么有神印 看着笑的前仰后合的侠公主 左墨的嘴角不由微微弯起 笑声欠小 两个人宁静淡淡的分别 众人都知道这次告别再次相遇 却不知道是哪一年了 临时着眼前这张算不上英俊帅气的脸庞 但那一瞬之间呢 侠公主的心中默然生出了一股冲动 抛掉所有的一切 跟着她前往幽泉界 这股冲动呢 让她心中一颤 但是很快的 便被她悄然埋藏在了内心的深处 他想起了那天晚上 自己在星空许下的愿望 目光一点一点的坚定了 她仰起了脸庞 嫣然一笑 宛若阳光 抱一下告别吧 琢磨一愣 张开了双臂 轻轻拥抱这个 她聪明的都看不透的女人 一路平安 轻轻的泥男如风 她松开了手臂 笑容灿烂 作为最近 整个修真界风头最近的人物之一 古梁刀的一举一动 惹人注意 短短数天 古梁刀和一位叫做 孝魔哥魔族的事情 立即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很快的 这个孝魔哥的资料便被弄明白了 这孝魔哥可不是无名之辈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 孝魔哥出名是在妖界 破狱之战 打败狱恒军团长 都是发生在石子狱里边 然而这个孝魔哥呢 却是魔族 这让许多人都充满了疑惑 不是这祸到底是妖还是魔呀 甚至呢 有许多人怀疑 是不是同名啊 但是很快的 当孝魔哥堪称立天的战绩浮出水面 这种怀疑渐渐变弱 出现两个同时叫孝魔哥的高手 这概率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修者们呢 一想到若是有两个如此精彩绝艳的妖魔 他们还是更愿意 这是同一个人 所有战绩中最引人注意的 是孝魔哥击杀雨帅 许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了呀 后来各种消息证明 它是真实的 引起了极大的波澜 但是最有争议的 却是古良刀帮助孝魔哥的行为 吸血虎将勾结魔族的流言不进而走 而且一传出来便引起了滔天热议 各种内幕 各种猜测 漫天乱飞 而更值得玩味的是 西玄一直保持沉默 没有出面成心 西玄的态度 让这些猜测似乎看来 越来越接近事实了 难道说古良刀真的勾结魔族吗 一时之间各种愤怒的声讨是铺天盖地啊 转眼之间 昨日的英雄跌下的神寒 遭世人唾弃 古良刀面尘如水 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计 黑暗中 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 在暗中推波助澜 其实他不用猜 也知道到底是谁搞的鬼 门派的态度说明了一切 他只是没有想到 门派竟然不顾还在战时日便迫不及待地下手的 忽然之间呢 他想起了别人寒的那句话 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大人 我们是不是出面澄清一下 属下忍不住开口说道 澄清 怎么澄清啊 笑谋哥明明是修者 古良刀果断地打断了属下的话 不行 这会让左兄弟的处境变得很危险的 他现在需要魔族的身份 和左墨投缘 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其实呢 还有一句话呀 没有讲出来 就算是去澄清 也没有人会相信 因为对付他的人 就是门派里的那些家伙 属下着急了 大人 我们不能坐以待地啊 就在此时忽然一名护卫闯了进来 他的神色奇差无比 大人 金无名长老来了 听了这话 营帐的鸦雀无声 众将的神色惨然 请金长老进来 古良刀的脸色如常 片刻过后 一名身着金衣 气势锐利的中年人走着进来 古良刀连忙起身行礼 见过金长老 金长老呢 生如金石 语气呢 倒是和缓得很 古良刀啊 只要门有令 盯你回山 你这次的事情太过于猛浪了 对门派招来了太多的麻烦 回门派呢 你要好好地解释一下 啊 门派相信你是清白的 不过嘛 此时对门派的声誉 刺害太大 这门派呢 需要你配合一下 古良刀沉默不语 众将脸上皆是怒涩 金长老的语气 那场战事结束 帝子必然回门派 赴金行罪 金长老的目光 陡然之间锐利如剑 古良刀 怎么 你敢抗命 事实如此 莫可奈何呀 好 好一个莫可奈何呀 若是古师弟知道他最心爱的弟子竟然如此大逆不道 不知权下何想 古良刀的眼中呢 闪过了一丝深深的悲气 若不是报师父养育之恩 我岂能会留在西悬 我替门派大小战无数 九死一生战功无数 我不欠门派的 若是师父知道他一生守卫的西悬 变得如今这个模样 古良刀虎目含泪 任凭泪水沿着脸颊滚落 好 果然是事工生傲啊 你 你竟然敢不听掌门之律 这是叛逆 他随即目光扫过 对仲将横生说道 你们怎么着 也要跟着古良刀判出西悬吗 这等薄情寡义的门派 要他做啥 判就判 我对这个垃圾门派早就寒透了心了 这样好吧 一聊白聊 众将一个一个的站了出来 又是愤然又是鄙夷的看着金长老 金长老脸色煞白 手足冰凉啊 第二天 有的西悬虎将的古良刀 率战步判出西悬 这个消息令天下震惊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亲戚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第468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